去年我们评测了台式机的RTX30系显卡 现在这30系的GPU终于也登陆了笔记本平台 RTX3080、3070和3060都来了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一台微星的GS66 它搭载了最高95W的RTX3080 同时我们也准备了RTX3070的机器 一起来看看它们的表现如何吧 在上手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聊一下笔记本30系GPU的规格 这次笔记本的RTX3080和3070都采用了NV次旗舰GA104核心 也就是台式机上的RTX3070的核心 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毕竟像GA102那种怪物 想想就不太可能塞进笔记本嘛 不过这笔记本和台式机的GA104在CUDA规模上还挺不一样的 笔记本的RTX3080用的是完整规格的GA104 总共6144个CUDA核心比台式机3070还要多一些 而笔记本的3070则是配备了5120的CUDA核心 稍微比台式机3060Ti更多一点 显存方面 笔记本的RTX3080可选8G或16G以及DDR6 256位显存 而3070显存全部都是8G 不过对于笔记本GPU来说 最影响性能的因素 除了核心规模之外 往往还有功耗 这次在30系GPU上有个变化 就是你不会在产品名称上看到Max-Q的字眼了 所有的3080正式名称都叫RTX3080 Laptop GPU 但是这不代表所有这些3080的性能都是一样的 毕竟就算名字里没了Max-Q 它们的功耗差距依然实打实存在嘛 RTX3080的可选功耗从80W一直到150W以上 范围非常大 RTX3070的功耗也是从80W起跳最高可以到125W 笔记本厂商会根据自己模具的散热能力 给GPU选择一个最高功耗限制 比如我们手上这台微星的GS66 它的RTX3080就是最高95W的 这样的产品策略意味着 就算两台笔记本搭载了同一款GPU 它们的性能可能也因为功耗差异而截然不同 那功耗到底对30系GPU有多大影响呢? 后面测试中我们就会得到答案了 说到功耗 这次的30系GPU倒是引入了一个很有用的新功能 就是Dynamic Boost 2.0 简单来说 Dynamic Boost可以在CPU不用的时候 把它的功耗借给GPU 让GPU跑得更嗨 这次的2.0还加入了显存 所以现在的笔记本功耗是在CPU、GPU和显存之间动态分配的 我们测试了一下赛博朋克2077里开启不同画质的时候 这台GS66的功耗分配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1080P下更吃CPU 所以你看CPU分到的功耗就更多了一下 而2K光追对于GPU的压力会非常大 所以CPU会让出功耗 让GPU跑满95W 达到更好的性能 我之所以说这个功能很有用 是因为你可以看一眼RTX30系笔记本的首发阵容 你会发现很多机器在沿用老模具的同时 给到GPU的功耗上限反而更高了 就比如我手上这台微星的GS66 其实它相比去年并没有换模具 但是去年的RTX2080 Super 它给了80W的功耗 今年这一颗RTX3080则是给了最高95W的功耗 相当于同样的散热模具下 GPU的可用功耗变多了 这当然是件好事了 另外一个有用的新功能是Whisper Mode 2.0 如果你觉得笔记本太吵的话 新的Whisper Mode 2.0可以借助AI算法 帮助你动态地去管理CPU、GPU的温度和风扇转速 在性能和噪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功能可以在GeForce Experience里开启 你可以选择三导模式 平衡、静音或者无声 然后选择一个目标帧数 机器就会根据你的设定自动控制噪音了 对显笔记本太吵的玩家来说会比较有用 还有一个值得讲的是Advanced Optimus技术 Optimus有些同学可能知道是用于独显和核之间切换的 独显本可以在平时切到核显来省电 但是以前的Optimus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支持独显之连 画面必须先经过核显才能向显示出来 这就会导致有一些Optimus的本子没有办法用G-Sync或者高刷 性能也会受到核显的影响 现在的Advanced Optimus技术也支持了动态硬件开关来切换独显核显 搭载这个技术的机器就可以实现独显之连了 最后RTX30系的GPU也加入了对Resizable 8的支持 也就是AMD那边的SAM技术 可以让CPU访问全部的显存 提高性能 讲完这些新技术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实际的性能发挥了 先介绍一下对比的机器 除了两台RTX30系笔记本之外 我们有台式机的RTX3070 还有两台上一代RTX20系的笔记本 我们选择的全后两代笔记本的散热模具水平是相同的 但是RTX30系的同散热的GPU功耗涨了 这两台新机的最高GPU功耗都要比老机器的标定功耗高15W 这个我前面有讲到过 一部分就是因为Dynamic Boost 2.0的加入会提升一些性能 另外 不同机器还有台式机之间肯定也存在显卡以外的差异 我们已经尽量控制变量了 比如说处理器都是Intel的 游戏频率都固定在4.0G左右 但是我不能保证完全一样 所以就仅供参考吧 那我们就不多废话了 3DMark跑起来 我们从Time Spy的成绩来看 纵向对比 同等散热规格下的轻薄本的RTX3070 相比上一代的RTX2070 Max-Q 还是有不小的性能提升 Time Spy的图形分高了40% RTX3080也有一些提升 相比2080 Super Max-Q强了25% 但如果横向对比的话 95W的3080其实相比105W的3070 并没有领先多少 只差了10W的情况下 这两个GPU仍然没有拉开差距 可是从规格上讲 3080的CUDA应该是要比3070多了很多的呀 为什么性能没差多少呢? 我感觉95W可能对于这么大规模的一颗GPU来说 还是太少了点 理论上 RTX3080在笔记本上最高可以去到150W以上 如果是后专辑的话 表现可能会很不一样 与此同时 笔记本的105WRTX3070 大概相当于台式机RTX3070的71% 考虑到它的CUDA是比台式机更少的 这个差距也算是在意料之中吧 实际游戏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一上来就试一下老朋友大表哥2 这游戏特效全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080P下 上一代的RTX20系GPU可以跑到50帧60帧左右 这一代的RTX3070和RTX3080可以跑到70多帧 性能稍微有一些提升吧 2K分辨率提升幅度会更大一些 RTX3070可以跑到接近60帧 相比RTX2070强了40% 比低功耗的RTX2080Super也要强23% 这个表现还算不错 但与此同时 95W的RTX3080却几乎和105W的RTX3070没有区别 讲到里这大表哥2都算好的了 你看看这个英零电 95W的RTX3080直接被105W的RTX3070给反超了 所以这一代笔记本GPU真的要好好关心一下功耗 尤其是RTX3080这颗巨大的J104 你想给它发挥出来就得给它喂饱了 105W的RTX3070 在英零电里基本可以跑到2K全开接近60帧 测了两个传统的光神化游戏 接下来肯定要看一下光追游戏了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赛博朋克2077 RTX30GPU能不能顺利运行呢? 不开光追的话是可以的 1080P超高画质RTX3070可以跑到平均76帧 高负载会掉到60帧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流畅的 上到2K分辨率之后就可以考虑打开DLSS了 通过深度学习从低分辨率超采样出高分辨率提高性能 在2077里 2K质量档DLSS原始分辨率就是1080P 所以帧数和1080P下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2K屏的话我都建议你开DLSS 不过当我们开启光追之后就是另一种性能了 1080P开光追 105W的RTX3070也只能跑到平均47帧 2K加DLSS的帧数还高一点 可以跑到平均50帧 这个当然相比上一代的提升也算大的了 但我仍然不建议你开光追 你非要开的话就把DLSS开到平衡档吧 也算是能玩 另外一个光追游戏Control它的情况要好一些 1080P高画质或者2KDLSS不开光追 这张RTX3070都可以跑到90帧以上 开了光追之后RTX3070大约60帧左右基本流畅 至于3080受制于95W的限制 这里的表现是和105W的RTX3070完全一致的 没有把CUDA的优势发挥出来 简单做了一些性能测试 我觉得在功耗给足的情况下 这次笔记本的RTX30系GPU还是有一定提升的 虽然和高瓦数的台式机有较大差距 但是比起上一代同级的笔记本快一个3-40%也还算是不错 几个新功能的加入也都挺有用的 不过我们测试中也感受到了这颗GA104大核心 尤其是规格拉满的RTX3080对于功耗是非常饥渴的 结合我们在台式机上测试来看 它的甜点功耗应该在120W到180W之间 这个95W说实话还是不太划算 最终我们看到低功耗下的RTX3080和3070拉不开差距了 相比之下上一代图灵核心对于功耗并没有这么饥渴 80W的2080就算再不计也还是能做到相比2070的领先 这其实也预示着今年的轻薄游戏本和大黑砖之间的性能差距会拉得更开 谁家的散热做得更好谁就能撑王 我还挺期待那些120W的3070和150W以上的3080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今年RTX30GPU里的命名去掉了Max-Q之后 你就应该对于这个配置留个心眼了 买之前多看看评测 重点留意下这个GPU是多少瓦的 这个非常关键 光看名字和型号 你是没办法判断出性能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对于笔记本RTX30G的初步测试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这些轻薄游戏本 后续如果有RTX30G的大黑砖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